正在拍摄的这些项目 只要里面有一个人出事就完了 没什么严重性 跟我们有啥关系呢 我觉得你们现在折腾这么热闹 还是跟我的诉求一点关系 有没有 我就硬着头皮到这来跟你们交流 回答问题 我当时要想把这个转基因搞清楚的时候 我就希望天天这样记者围着我 一个都没有下的 就是因为有命令说不让这个报道这个事 就没有人关心这个事 那可能让全中国人都没了呢 怎么没人关心啊 这个就是点钱的事吗 有什么呀 对不对 我对媒体很失望的 什么叫报私院呢 你愿意看着一个流氓侮辱别人 你觉得他报仇叫报私院吗 不是报私院 请你收回这个词 那叫为民除害 如果他恶心了你女儿 或者他糟蹋了你女儿 你就不会说是私仇了 那您的最终是 就是要让他们完蛋 要让冯小刚这辈子不能再拍烂电影 这个刘正云不能再写这个烂七八糟的这个东西 不能不能再以侮辱别人的尊严 来做自己的挣钱方式 要让他们一定要知道这个 那对行业的存在 因为现在已经更多的关注到你的行业 我对这个行业没什么兴趣 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其实比较心疼的是那些那个股民 因为当时他立了 人家告诉我说一天就损失了一百多个亿 我特别高兴 后来他说你知道这是谁的钱吗 我说不是冯小刚的钱吗 不是 他说那是那些散户的钱 哎呀我就觉得特愧疚 这个你看受他们 这个受我们这个牵连了 怎么能让这个老百姓 挣那么一点钱不容易 怎么在这又亏损了 但是那我们的良心在这呢 我们也不能帮着他再把股票弄起来 是吧 他这个确实他不干净了 这是这么回事 以后大家买股票的时候 听说这人有毛病 这个品德不行 你千万别买他的股票 这哪还有谱啊 这个 您这个手的不行是指责 刚刚还是指责 王中心 还是刘正宜的 都不行 都不行 对 会不会太便宜 你说的吗 那你夸夸他 我听听 不是 您刚才说 对于手机 这个是 就是他能足够 足够的料 他能挺不够 是因为说 演员的问题呢 还是说他背后 才会有这些问题 他问题多了啊 为什么他们一声不吭呢 就在解决这些问题呢 他如果要是 有一点问题 或者他那点问题 能摆平 他都不会像现在这么怂 以我对他们的认识 我这哥几个 当时好像就弄了电影 半地江山了就觉得 他一挥手 他一跺脚 那好 整个这个电影界 都在晃动的 他 你谁见过他这么怂啊 你们见过吗 对不对 那不就是一身的毛病吗 包括这个流行人 从小刚 以及华谊 当目前的一只网上 他们都没有公开来回应 过这件事情 或者说做正面的回应 你怎么看 他们目前没有回应 我不管怎么看 我也不会认为他们的文明 我觉得就是吓的 他没有私下里跟您接触的 没有 因为跟我私下接触没用 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 你私下跟我接触 我也公开报出来 因为您刚才说 已经面对死亡威胁 对啊 包括今天上午 您说刚才说那一对 狗男女 你直接用我这头 也面对这样的死亡威胁 就是 您面对这个威胁 您有据看过吗 你要面对 你怎么办呢 你就在大街中间跪下 说求你了 他都不知道你求的是他 来呗 对不对 有什么对他们想说 没定 我等着他呢 你让他快点 但是 你到底说 你 纷纷就去调子 什么时候 他们的若欠 有这个 一样的若欠 哇 你要听这个 我跟你说 那全中国都没有一份 一样合同 你的意思是 上市公司也千万一样合同